市区或者条件比较好一点的 或者说是农村条件比较好一点的那种 就是说老百姓家里面您去到 他就算是条件不好的 你就去到他们家里面 您会发现 所以他们会把自己的家呢 收拾的有条不紊的 虽然空间不是很大 但是自己家的用餐具啊什么之类的 张民族喜欢用铜银和黄金 这三种材质做出来的一些器皿和工具 这些东西呢都会被他们擦得亮亮的 非常非常的干净 您说一生只洗三次灶 这个只是形容西藏这边环境比较恶劣 那过去来讲呢水源不充分 水源不充足 然后有的地方确实没有办法经常洗澡 所以他洗澡的次数呢会比较散